恭喜啊恭喜 乖呀乖大财 台股封关气势逼人 24号最高点来到9468点 收在9447.95点 上涨超过23点 成交量也有851.31亿 今年啦 当然是荷包入带啦 今年你看中小型那个低价股 真的是涨翻天了 红包行情让股民过好年 回顾大盘猴年表现 整年大涨1384.95点 市值也比央年增加4.0 换算全台湾959万股民 过去一年每个人超过 42万元入带 应该还有再创新高的机会 因为这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美元贬值台币继续升值 所以造成呢这个外资呢 大举的回流 5月份以后呢 在下半年的期间 那我们是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 是不是会展开 三大法人24号合计买超 115.59亿 不过农历年期间 正值欧美财报州 恐怕牵动科技全职股 的开盘走势 那苹果呢要公布财报 那这个是跟我们台湾股市 比较有关系的 不过87郭董也是没在怕 是看到一些蛛丝 但却不见马迹 只要团结 只要有信心 方向是没有变的 收到外资贿赂 24号台币强升4.9分 收在31.382元 兑换1美元 创下三个半月的新高 今年的第一个开盘日 是否能延续气势 股民也高度期待 东森财经新闻 陈和平刘志腾台北报道 请示范 请示范 请u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